成就斜杠人生 所谓斜杠人生说的是一个人有好几份职业 比如程序员兼戏剧导演 其实兼职或副业并不新鲜 只是作者将之广义化了 而且强调斜杠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 为了赚得更多钱而兼职 当前教育水平更高 而且生活非常稳定的人才具备兼职多项工作的条件 因为只有这类人能够掌握相关技术和支持 以灵活的方式从事一项工作 同时又有时间追求另一项爱好 书中讲述了很多斜杠青年Slasher的例子 那些人本有很好的工作 比如当律师 但为了追求其他爱好 把律师的工作量减少 在保证有足够的生活费来源的同时 又能追求爱好 而且还有这样的律师事务所 致力于提供弹性工作环境 通过平台将律师和顾客对接上 律师们就可以按自己时间安排接项目 不再需要全职当律师了 那么哪些职业组合比较适合成就斜杠人生 作者比较推荐的斜杠组合方式有五大类 一 赚钱养家的工作 兴趣爱好 比如财务分析师 雕刻家 企业家 活动家 二 左脑右脑 两种职业的思维模式不存在任何冲突 比如工程师 博物馆馆馆长 三 脑力体力 两种职业需要付出的劳动类型不同 比如教授 按摩治疗师 四 写作 教学 演讲 咨询 这四种职业都与文字工作 有很高的关联度 这也是本书作者采用的斜杠模式 五 同一份工作 多重头衔 大多数小企业主都属于这一类型 但现在 员工也开始担任多种角色 斜杠人生不一定非得几个职业 都是赚钱的工作 比如 有些人在干一份有薪水的工作 同时在慈善组织做事 作者甚至把父母在家育儿 也当作一项工作 不知道像我这种 干着全职统计师工作 同时业余 不赚钱 写博客的人 是不是也算斜杠青年 我还能发展一项什么别的职业呢